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贵州省尊义市煤坛县来到董萌工作 从煤坛县出发时 女儿帮她打包行李 搭到各类衣物 鞋帽 小到指甲剪 牙签 统统准备齐全 周建强的女儿今年28岁 在贵州省贵阳市上班 妻子熊安仙则留在煤坛县老家 照顾82岁的母亲 一家人分隔三地 聚少离多 平时经常视频聊天 元宵节到了 周建强特意给妻子和女儿 播去视频电话 视频里他一遍遍叮嘱家人 要注意身体 按时吃饭 马上发工资了 发工资了 发工资又不是你的了嘛 我这个人都生你的了 虽然不能回家团聚 但是在董萌奋斗的日子 周建强觉得很有价值 只是没能守在妻子身边 让他觉得有点愧疚 相反的我担心他 因为他的身体不是怎么很好 在这里我希望我的老婆 一点不用担心我 我在这里吃得好睡得好 工作也很好 与周建强相同 去年10月 董萌区人社局 前往贵州省资议市 煤潭县招工 在家务农的刘刚 在了解情况后 立即前往应聘 顺利在去年11月份 坐上了开往董萌的大巴 目前就职于 钱务镇的一家印刷厂 刘刚告诉记者 现在他每月的工资 有5000多元 给家里减轻了不少负担 并且在董萌享受了好政策 吃饭住宿全免费 所以平日里很少花钱 大部分工资 都寄给老婆补贴家用 就他在家里 在小孩 也不容易 也辛苦 老婆在家确实辛苦了 所以好多话 心里面说不出来 就标准任务做到就可以了 换巧业来我不会说 我就真心对我老婆好 就可以了 对于未来的打算 刘刚自信地说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我要继续努力工作 争取多挣些钱 让妻子和家人 过得更好些 这个平日少言的男人 在元宵节羞涩又幸福地 向妻子说出这句情话 成了远隔千里的夫妻间 最好的父辈 也是他俩最深情的告白 看你不要吃冰了 少吃冰了 你要吃完你对嘴巴 不好 小的哦 自2月8号 刘志琼从没谈到躲门工作后 这样的视频通话 每天至少一通 有时甚至三次通 一天都没落下 出道躲门 刘志琼多少有点不适应 但每每想到家时 丈夫邱家前总会隔空未见 没太多动人情话 可恰恰是这些家长里短 支撑着彼此前行 在我心目当中挺好的 但是对家里的人都特关心的 对我妈就不理我 肯定就是很关心的 在家里他也关心了 出来嘛肯定是远一点 有点不放心的感觉吧 就是我习惯不 学会了没有 这样还有生活方面呢 就吃好一点 在云霄佳节 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里 刘志琼隔着屏幕 想对远在千里的丈夫说 直接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我这边里 这个都不用哪个了 还有很多幸福的家庭 就是我们幸福的走下去 在家里面也不要多伤哦 也伤害哦 因为相叹 虽隔千里 却心连之心 因为相爱 尽管分离 却倍感甜蜜 这些朴实的话语 组成了节日里最温情的存在 浓浓情意 正如斗门与梅潭 相互信任 相伴相辞 也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